层层自己的层 诶 阴附近没有写过 所以要自己编 好啦 扭一下 比拿 挺直一点 撇短 纳 饱满 跟... 跟他写过两次 而且写的 很有淫浮精的味道 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他的特色 那你改的又不像他 不改又觉得怪怪 所以我就稍微 做了一下 其实他后来写储碎梁的梁 就写得非常的方正 并没有像这一个 这个偏旁一样弄... 这么夸张 那在作品里面 如果上一个字扭得很厉害 我倒建议啦 为了... 有点文雅 那下面也许就 写得稍微挺近一点 就是不要那么多的扭来扭去的效果 那这样子看起来就会觉得 你的字有变化 可是又不会觉得太过火 那... 这个字又是属于... 难写字 我们知道很多字啊 看到它你第一个就想到 哇... 没救了 那一个阴弧金的绝招 那这种字 其实最重要就是间隔距离 第二个... 因为它上下堆叠嘛 所以你就势必要把那个 上下横距离靠近 那如果你不靠近 你就挤不进去嘛 挤不进去 你就发现很蠢 他喜欢上... 不能... 好奇怪 哎呀... 故意要学他 他学不起啊 啊... 上脑筋啦 那上面清了 肯定找一个地方 重一点... 重一点... 注意他的横跨 到最后稍微往右下角 耶... 连续两个草布 我就会尝试让他 粗细常有所不同 这是没有办法的 那... 耶的话 以前没有这一横 所以你不用 放他写那一横 那如果有人看不懂 说你少写一横 那是他的问题 我们经常遇到这一种 你少写了 古代又没有写 你叫我怎么帮他编啊 飘窑属于左右难写的字 那你左右难写的字 主要是挤不进去 那如果你要挤进去 你势必要把这边写 偏旁嘛 写斜一点 第二个 左右写窄一点 这没有办法 文字之所以难 写得漂亮 主要就是因为他 他每个字长得不一样 他又要互相配合 那你中间有地方配合不好 那个字写起来 就一直觉得哪里怪 你说不上哪里怪 因为你不会改 那当然结构有一些原则 你可以去背一背 但是背了也没什么用 因为每个字的原则都不一样 你哪能背那么多原则 这里连续两个风 那既然是两个偏旁是一样的 那你肯定就是要变化 这个有讲过 那我准备 刚才那个风 写得有点瘦 那我这里写重一点 这个重一点是跟上一个风比 让人家觉得说你是有差别的 我写过虫 点成这样子 有三个部分 那你就要写斩 写斩 他的子写得很短 下半部写得不长 这边好多音符经没有写过 所以创作这一种最麻烦 这里面都没有写过 那你就只好说去想像 哦 他可能这里 拿的比较直直 然后点他习惯 慢慢中间两个点 小 稍微大一点 那这里没有扭转 来个音符经 扭转的一些味道 那你看你要不要写得 有粗粗细细的效果 那如果有的话 你就加一点提按 写字因为提按 提 那可能是提 提起来 比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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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时候可能 空间的关系 你就是必要清 读 运 运 运中间是均 清清清清清 点 这就是它夸张式的走字版